意识转变阶段有四个步骤 地球正在经历第三步 光之工作者自我阶段的终结 1 在地球参加进来之前 星系间的战争已经陷入僵局 在地球上重开战局的时候 它实际上被转制到了地球上 随着这种转制 银河意识中的某些东西开始改变 银河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尽管它们仍然活跃地参与到 与人类和地球有关的事情当中 银河灵魂们慢慢地退居到观察者的角色 在这个角色中 它们开始意识到内心里的一种特殊的疲惫感 它们感觉到内心的空虚 虽然争斗和战争仍在继续 但已不像从前那样使它们神魂颠倒了 它们开始问一些哲学问题 比如 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我总是在战斗 权力真的能让我快乐吗 通过提出这些问题 它们的厌战情绪变得更加强烈 银河战士们逐渐到达了 它们自我阶段的终点 它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把 自我和权力斗争的能量转移到了地球上 一个积极地向这种能量开放的地方 人类的灵魂在那个时候 刚刚开始探索意识的自我阶段 在银河战士的意识中 一个特定的空间被创造了出来 一个怀疑的空间 一个反思的空间 它们进入了转变阶段 我们将通过区分以下步骤来描述 意识转变阶段的四个步骤 一、不满足于以自我为基础的意识 所提供给你的东西 渴望其他的东西 结局的开端 二、意识到你与基于自我的意识的联系 认识到并释放与之相伴的情感和思想 结局的中间部分 三、让你内在基于自我的旧能量死去 扔掉剪 成为你的心自我 结局的结尾 四、在爱和自由的驱动下 在你内心唤醒一种 以心灵为基础的意识 帮助他人实现转变 这四个步骤标志着 从基于自我 到基于心灵的意识的转变 请记住 地球、人类和银河疆域都经历了这个阶段 只是不是同时而已 地球现在正在经历第三步 你们光知工作者中的许多人也正在经历第三步 与地球的内在过程相协调 你们中的一些人还在第二步中挣扎 也有一些人已经达到了第四步 品味着由衷的喜悦和鼓舞 然而 大部分人类根本不想释放 基于自我的意识 他们还没有进入转变阶段的第一步 这不是要去评判、批评或悲伤的事情 试着把它看作一个自然过程 比如一株植物的生长 你不会因为一朵花呈现出花蕾 而不是怒放的状态就因此评判它 试着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你的世界中基于自我的意识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做出道德评判 释出于缺乏对灵性动态的洞察力 此外 它削弱你自己的力量 因为你有时在看新闻或读报纸时感到的愤怒和沮丧 不能转化为有建设性的东西 它只会耗尽你 并降低你自己的震动水平 试着退一步 从远处看事情 从一种信任的态度去看 试着用直觉去感知 集体意识中的潜流 那些你在媒体上 几乎看不到或听不到的东西 试图改变那些 仍然被困在基于自我的意识 所带来的实相中的灵魂 是没有意义的 它们不需要你的帮助 因为它们还没有像你们 光之工作者们 希望与它们分享的基于心灵的能量 敞开大门 即使在你看来 它们需要帮助 只要它们不想要 它们就不需要 就这么简单 光之工作者们 非常喜欢给予和帮助 但它们经常在这一领域 失去辨识力 这会导致能量的浪费 并可能导致 光之工作者的自我怀疑和失望 请在这里使用你们的辨识力 因为帮助的渴望 能够不幸地成为光之工作者的陷阱 阻止它们真正完成转变的第三步